最好是在配置的空間 那點下去點兩下 會是在裡面伺負的空間 可是有一種狀況怎麼樣呢 如果說你不小心怎麼樣 往前推 現在是在這個有沒有 現在是在配置空間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小心往前推 往前推 推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現在是不是也還在哪裡呢 還在配置空間對不對 可是你配置空間 不小心你做什麼動作呢 直接快速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他就會跑進哪裡呢 跑進伺負空間對不對 現在是會變成伺負空間 有沒有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這樣的一個UCS 表示我現在已經跑進去了 可是我跑進去之後呢 如果我今天呢 往前推、往後推 欸 怎麼辦 變成線道裡面去了 那我如果要回到那個配置怎麼辦 你想說旁邊點兩下 旁邊點兩下 旁邊沒有辦法點兩下 哇 這時候怎麼辦 卡住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遇到不小心有沒有 直接某個伺負點兩下 剛剛你已經放到最大了 這邊可能要記一下 記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叫PS PS 這個PS的指令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回到配置空間 PS 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空間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呢 欸 又回來了 有沒有 這時候呢 又會回到配置空間了 所以這裡的話 假如說你剛好 把它推到最大了 結果點兩下 哇 卡在裡面對不對 記得一個指令 叫做PS 那實際上它全部的指令名稱 就是PSPACE PSPACE 有一次PSPACE的話 就是回到配置空間 配置空間 那這時候的話 你就再把它做一個縮放 你會發現又回來了 又可以看到四個伺負 完整的樣子 特別是 我稍微再講一下 這地方的話呢 原來這個是在配置空間 假如說你不小心這個 這個時候呢 放大之後不小心點兩下 它就會跑進去了 跑進去你就出不來 怎麼辦呢 記得再指令PS 打一個PS 它就跳回來了 跳回來你就可以再縮放回來 所以這裡的話 你們試試看 現在其中一個 把它往前推到裡面去 點兩下 它就跳到那個四負裡面去 然後呢 如果要跳出來的話呢 記得用PS指令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都可以看著 你什麼時候呢 有在哪裏